好,這一節我們要講的是快速收款連結的設定 什麼叫快速收款連結呢?就是像這樣子給客戶一個連結 就像一個連結,比如說這個連結把它複製起來之後 你用LINE或者是臉書,或者是你在網站底下做一顆按鈕 這個按鈕設定超連結,連到你自己設定的這個網址 然後他點擊這個網址之後就連到這個網頁來 這個網頁他就直接提供你自己設定好的商品數量還有價格 然後你自己設定的讓對方付款的方式 看是一次付清,還是分期付款的方法 讓他可以去選擇起訴等等 然後讓他去填寫卡號,或者是一次付清填寫卡號 還有他的付款人資訊寫完之後 然後最後打勾,按一下確認送出 然後就開始進行刷卡 那你這個人型金流的後台就會收到對方刷卡的款項 這個就是最快速的 建立收款連結去收錢的方法 你只要建立了這個網址之後 丟給對方,或者是安插在你的網站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方式就是不管你有沒有網站 你只要擁有這段連結 你要Email給你的客戶,或者是LINE貼給你的客戶都可以 只要他點了這串連結就連到這個頁面來 手機板也可以,連到這個頁面來 他就可以去做刷卡,你就可以收到錢了 所以要不要嫁網站都可以 那這串連結應該怎麼建立呢 首先你到你的後台去 然後點擊你這個會員中心裡面的快速收款連結 點擊一下快速收款連結 然後就會跳到這邊來,快速收款連結 這一頁,這邊會顯示出你之前曾經創建過的快速收款連結 像我這邊,網路上的創業包98,000塊 然後日期是什麼時間到什麼時間這個按鈕有效 或者是不限定時間永久有效的意思 你這邊按一下關閉連結 就會把這個連結給關掉了,那就無效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你要怎麼去創建一個新的 因為一剛開始你這邊不會有紀錄 所以一剛開始你是按這個,開始產生快速收款連結點擊一下 然後他會先叫你選商店代號 如果你是新帳號的話 一開始只會有一個商店 你建立了一個商店 那我們來選一下測試商店 他就會秀出來說你這個連結有沒有設定期限 如果是不限定的話,你就可以選擇不限定 那如果你說我這個價格只是在這一個禮拜之內有做促銷 那你就可以去限定說幾號到幾號做促銷 不限定就是不會去限制這個價格 如果過了這個,如果你有設定限定這個日期的話 過了期限,這次的連結就失效了 那點進來就看不到這一頁,刷卡頁了 然後我先設定不限定 然後預設是英文或中文,你可以選擇一下 如果你是做台灣中文市場 你就選預設中文就好了 然後這個專屬商店網址是你自己的 之前你在建立商店的時候 就已經有建立好一個名稱了 然後這個指定支付的方式就是讓消費者 他可以用付款的方式,方法是有幾種 看是Web ATM,或者是ATM轉帳 或是超商代碼,或是條碼繳費 或者是你只選擇一樣就好 這個是你自己去選定的 那如果你選擇完畢之後 在這個商品刷卡頁 這邊就會顯示出來 像我這邊的付款方式 這一個連結,我只選定了刷卡 一次付清還有分級付款 這兩種方式 所以他就不會跑出其他Web ATM的那些選項 那因為我這個測試商店 他並沒有通過線上刷卡的服務 所以這邊就不會有選項 我們來選一下我的 聖結科技這個商店好了 這個商店呢 你看他這邊的指定支付方式就很多種 因為我這個商店我有通過這些服務 信用卡一次付清 或者是讓消費者信用卡分期付款 可以分三期、六期、十二期、十八期、二、四期、三十期 最多 然後他可以用信用卡紅利、摺底 銀聯卡、Web ATM、ATM轉帳、超商、條碼、繳費都有 當然你不見得全部都要給客戶 你可以給客戶信用卡一次付清 或者是信用卡分期付款 三期就好 那你就可以這樣選 這樣就好了 那這個客戶呢 他連結到這個頁面的時候 他就只能夠使用信用卡刷卡 一次付清或者是分期 最多分三期 就這樣子 好那我用示範的 我用這個測試商店來做示範就好 然後這邊不限定 然後這四個我先把它勾起來 那這個商品 假設是實體商品的話 你要寫一下這個商品的名稱 就是說手機 預設數量你可以去限制說 他最多可以訂購幾個產品 假設他一次最多最多只能夠買10支的話 你就這邊設定10 如果你的東西 預設只讓他買一個 你就選這個設定1就好了 那我們先用這個好了 最大10 那你去看一下 等一下刷卡的頁面 那個結帳頁面長什麼樣子 你要不要設定庫存 如果你有設定庫存的話 你這邊就可以去設定你的庫存數量多少 譬如說我設定20 那假設他買了10個 你的庫存就會剩20 假設他買了10個 你的庫存就會只剩下10個 因為20減掉10 然後庫存的設定 你這邊可以去選擇 訂單成立後 立即扣庫存數量 就是20減掉10 或者是不扣 依然保持20 或者是付款成功後 扣除庫存數量 扣除庫存數量 那這個訂單成立後 跟這個付款成功後 這兩個不同定義 訂單成立之後 不代表他付錢了 為什麼 因為假設你是用Web ATM 那這個訂單成立了 可是他還沒有去ATM匯款 所以他這個庫存就比較複雜一點 他讓你去選擇說 你要訂單成立之後 他就馬上扣掉這個庫存 他購買的數量 或者是你要在他付款成功之後 你才要扣到數量 那一般我會建議你成功之後才去扣 那假設他今天用Web ATM 或者是ATM轉帳 反正就是這四種 他不是馬上繳款對不對 因為這不是線上刷卡 所以不是馬上繳款 他還要經過一個手續 就是跑去ATM轉帳 或者是跑去超商付款 那這個款項才會確定進來 那這段時間你會不會覺得奇怪 那他如果是款項進來之後 那這個訂單會變成 就會自動變成扣款成功嗎 會喔 因為他這個ATM Web ATM或者是ATM轉帳 他是用虛擬帳號 所謂虛擬帳號就是 每一個人都會拿到一個特定的帳號 那一般像我們自己 如果提供自己銀行的帳號 給客戶匯款的話 你的帳號 不管給誰都是同一個帳號 可是呢 你用這個藍芯科技的這個好處就是 他這是用虛擬帳號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提供給他一個特定的 匯款帳號 所以呢 只要他一匯款 這個系統就會感應到 會偵測到這是誰的訂單 這最方便就是在這邊 所以他會收你手續費嘛 如果你要用他這個服務的話 他會收你手續費嘛 那如果你不想讓他收手續費 你就是把你自己的銀行帳戶給客戶啊 問題是很麻煩嘛 你要對賬你怎麼對 對不對 假設你客戶很多 你要怎麼對賬 所以用這個方法就很容易對賬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不同的銀行帳號 匯款進來呢 這個藍芯的系統就會自動偵測到 這個是誰匯款進來了 好 那匯款進來之後呢 他就幫你扣掉庫存了 那假設這個庫存不夠了 那你這個結帳頁面呢 就會顯示已經沒有庫存 就不會再讓人家去購買了 所以這個是設定庫存最大目的 那庫存為零的時候呢 是否可以繼續交易 預設是否啦 因為你已經沒有庫存了嘛 所以你這個設定庫存 你就要設真的庫存哦 他因為他會自己去扣掉客戶 他到底買了幾個 好 好 那這個產品單價 假設是150塊 好了 好 這時候呢 你這邊要不要勾搶 是 負款人提供發票資訊 負款人提供收據資訊 是 就是讓客戶去輸入他的這些資料 好 那這個頁面底下要不要出現 讓人家去分享的按鈕 就是分享到臉書 在這邊 分享到Facebook Line QR Code等等 你要不要讓人家去分享 如果你要分享的話呢 你就按顯示 那商品是不是有屬性 屬性就是什麼 看顏色 或者是商品內容 藍色 紅色 這個就是屬於他的屬性 如果你的商品有屬性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輸入 比如說 顏色 這邊可以寫紅色 這是手機有紅色的 中間用這個 半型豆號隔開 這邊要寫 半型豆號隔開 黑色 黑色 豆號 白色 這個叫半型豆號 你不要用這種豆號 這種豆號是全型豆號 就不行喔 好 那這個是顏色 假設說你這是賣衣服的話 一般一般是不會 一般大部分的人會用購物車 不會用這種快速連結去賣衣服 不過 假設你只賣一件衣服 當然是OK啦 那譬如說 如果是賣衣服的話 為什麼我會舉賣衣服 就是尺寸 這邊就可以輸入 L L M 大學 S 好 假設啦 OK 然後這邊最多只能上傳五張照片 也手機沒有什麼 我是舉例的 好 這邊隨便上傳 剛好有手機的照片 上傳一張 上傳 這邊風景照 好啦 先隨便上傳這一張好了 上傳兩張照片 然後這邊是產品的介紹 產品介紹我就直接Copy這個字 等一下讓你知道這個欄位叫產品介紹就好了 這個產品介紹這個文字呢 你可以放大 然後你可以修改文字顏色 這個是文字的底色 也可以修改文字顏色 比如紅色 紅色的字 或者是放大 這個放大 我剛剛這個是加 加粗 這個是加粗 這個B是加粗 好 反正這個 這個你們知道怎麼使用 跟Word是一樣的 好 然後這邊是留言給消費者 或者是商店自己備註 這是 假設我用留言給消費者好了 我把這文字複製起來 讓你知道等一下要出現在什麼地方 留言給消費者 不不不不不 那這個是說 如果他已經付款完畢的話 假設你明確知道對方是誰 他的email是什麼 你就可以在這邊輸入 那他付款完畢的時候呢 系統就會寄email給他 不過我覺得這個有點多餘 因為 假設他今天 只要是付款完畢 然後他有填寫他的這個email的話 他其實就會收到了 好 不管 我們先按產生連結 靠邀登錄失效 我剛剛一邊一邊講解一邊輸入 結果 結果 結果超過五分鐘了 我再輸入 我再進去一次 好像白做了 因為他有那個五分鐘的時間限制 如果你沒有操作的話 沒有跳轉頁 沒有沒有更換別的頁面的話 他就會以為你停滯在那邊沒在動 好沒關係我再做一次好了 如果你這邊有很多資料打的話 我會建議你先自己用祭祀本先打好 之後再把它貼過來 才不會花太多時間在這邊 因為你花太多時間在這邊 到時候等一下就出現了五分鐘 按產生連結 好 連結產生了 他就跳來這邊了 收款連結 分享連結 其實這兩個連結是一樣的 就是要跳到同一個頁面 或者是你直接按 前往收款連結也可以 前往收款連結 好 他就跳來這邊了 好 這個就是你剛剛輸入的這個 那張訂單的快速收款連結 那你把這連結複製起來 我看你要傳到哪邊去 或者是放在網站的超連結都可以 那這邊就會出現 這個顏色 你可以讓消費者去選擇 你要什麼顏色 然後尺寸 什麼尺寸 訂購數量 最多只有10個 好 我要買兩隻 兩隻你看他就會自動顯示300塊 因為一隻150塊對不對 所以這邊會自動跳 三隻就450塊 然後他的付款方式 看要ATM轉帳 還是用超商代碼繳費 這個是消費者他自己去決定 這個Web ATM轉帳 就是他用網路在線上轉帳 那這ATM轉帳 就是請他自己到這個 ATM的機器去完成轉帳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一個是在網路上轉 一個是ATM機器轉 另外一個是超商代碼繳費 就是他可以在這邊輸入 然後會有一個超商的 產生一個超商的代碼 另外一個是產生的條碼 好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好了 就是假設他是用這個Web ATM轉帳好了 然後這邊選擇 其實他隨便選擇哪一家都可以 然後姓名 他填寫完畢之後 然後他要不要索取發票 這個客戶 我現在的角度是客戶 看他是要索取收據還是索取發票 這是讓客戶去選擇 要不要同一編號 要的話呢 這邊就是打同一編號 假設客戶是一家公司 他想要索取由同一編號的發票 這個收件人和這個付款人是不是一樣 假設是一樣的話呢 就可以選擇這個 這就不會 這就不需要再輸入了 那假設收件人跟付款人不一樣的話呢 這是模擬客戶的狀態 那客戶就可以在這邊再填寫 那你是你是店家 你店家就要看清楚 你不要把東西記錯了 寄到付款人去 假設他是有這個收件人資訊 跟這個付款人資訊是不同的話 那你產品要記得是寄到這個收件人這邊 是不一樣的 ok好 這時候呢 消費者就勾起來 然後按你閱讀 藍心金流貼心提醒 請你裝上讀卡機 插入晶片 這個就是Web ATM Web ATM 他就會跳到這個頁面來 好 消費者看到這個頁面的時候呢 他必須要插上晶片卡 就是他的那張 ATM的轉帳卡片 那因為我沒有插讀卡機 所以失敗了 好 那我再回到上頁去 好 所以假設他今天是選擇這個ATM的話呢 就不會跳到剛剛的那一個線上ATM的頁面 那會怎麼樣呢 我再做一次給你看 會產生什麼效果 這個就好了 好 我用ATM的方法 消費者如果要選好ATM的方法呢 他也可以隨便選一家 看他匯到哪一個銀行去 好 隨便隨便打 好 假設是同付款人就好了 好 這時候呢 我按一下 確定送出 這時候呢 他跳出來下一頁是什麼東西呢 下一頁其實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他今天要匯款的時候 要去ATM機器去匯款的時候的轉帳號 銀行代碼 銀行代碼 消費者他其實就只要這個銀行代碼跟轉帳號 他就可以去ATM機器轉帳給你了 OK 就這樣 然後他自己可以去列印 也可以去儲存這個畫面 這個時候呢 付款人他就會收到一封email通知了 所以萬一他當下沒有列印那頁也沒有關係 他會收到email 就是這個轉帳的銀行代碼跟這個ATM帳號 他這時候就可以靠這個資訊到ATM機器去轉帳給你了 那每一個人呢都是一個虛擬帳號 所以這個系統會偵測 假設他轉帳成功的話 系統就會知道這個人是誰轉帳成功了 好 那我們回到這一頁來 上一步 假設他今天是用超商代碼繳費的話呢 下一節我們再來示範一下 假設今天是消費者在使用超商代碼繳費的話 他會有什麼狀況跑出來 拜拜